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近日宣布 2025年第三季度全球半导体销售额达2084亿美元较第二季度增长15.8% 2025年9月全球半导体销售额为695亿美元较2024年9月的555亿美元增长25.1% 较2025年8月增长7.0% 今年第三季度全球晶片销售额持续增长 增速显著超过第二季度 SIA总裁兼执行长张尤弗表示 市场增长主要得益于包括记忆体和逻辑晶片在内的各类半导体产品需求的增加 而亚太地区和美洲地区的销售额则推动了同比增速 从区域来看 9月份除中国和日本外亚太及其他为47.9% 每周30.6% 中国15.0%和欧洲6.0%的销售额同比均有所增长 但日本的销售额同比下降为-10.2% 9月份每周8.2% 除中国和日本外亚太及其他为8.0% 中国6.0% 欧洲5.5%和日本1.6%的销售额环比均有所增长 据悉 月度销售额数据由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WSTS统计 并采用三个月移动平均值 SIA的会员企业占美国半导体行业总收入的99% 以及近三分之二的非美国晶片企业 在此背景之下 特斯拉公司执行长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月前在股东大会上表示 希望特斯拉能够建设自己的晶片工厂 天封国际证券知名分析师顾明基为此发题表示 透露了马斯克想自建工厂的原因 首先马斯克表示 他希望在AI5晶片开始量产不到一年时间内 就能在同一座晶圆厂转向 AI6生产 这验证了顾明基之前的分析师 顾明基指出 特斯拉将AI6订单转移至三星的关键原因之一 就是能够以极低成本实际参与晶圆代工业务 显然马斯克预期这项经验将有助于特斯拉建设自家的晶片工厂 其次马斯克担心未来的晶片供应 顾明基表示 至少对台积电而言 晶片供应并非问题 起马台积电不会成为供应链中的最大瓶颈 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 先前就曾对马斯克说过 只要你愿意付钱 就一定会有晶片 台积电虽然一向在扩产上相当谨慎 但从过去的经验来看 在试矿良好时 产能确实会偏紧 却从来不是造成产业供给缺口的主因 尽管台积电的供应没有问题 马斯克仍担心地缘因素 他多次公开表达对全球半导体产能 过度集中于台湾的优虑 即便到了2030年 台积电在美国的先进制程 与先进封装产能仍十分有限 尤其是封装领域 预计最多也仅占全球的约10% 郭明基认为 马斯克对此心知肚明 因此他才会提到 接下来还必须解决 记忆题与封装的问题 然后是研发支援与生产弹性 特斯拉未来具有强劲的成长潜力 但对现阶段的台积电而言 特斯拉仍属二线客户 因此在研发资源与生产弹性方面 获得的优先程度 势必低于苹果 辉达等一线客户 这也是特斯拉将AI6订单转移至三星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最根本的方式就是建立自己的晶片工厂 最后是整合优势 马斯克的技术与产品往往位于人类科技的最前沿 若能依据自身需求克制 化关键设计与制造环节 不仅能强化系统整合 更能最大化垂直整合效益 而晶圆厂便是其中之一 与之同时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日前现身台积电运动会活动现场 在面向公众致辞时 他表示若没有台积电 就没有现在的徽达 徽达便无法取得如今的主导地位 黄仁勋仅今年就以第四次访台 每次与台积电高管会面后 他总会发表赞赏之词 此次出席这家台湾晶片巨头的运动会 黄仁勋直言 没有台积电 就没有今天的徽达 不仅称赞了台积电的管理层 也向所有为徽达半导体需求而付出的员工 及专业人士表达了认可 正如台湾媒体的报道 黄仁勋此次访台的核心目的之一 是为Blackwell系列晶片 争取更多晶圆供应 目前 徽达的主力产品 集中在Blackwell系列晶片 及机架机配置 市场需求极为旺盛 为满足这一巨大需求 徽达已请求台积电 额外调配产能 此外 徽达预计将成为三奈米制程的核心客户 占据约30%的总产能 这也印证了AI热潮正全面席卷行业 没有台积电 就没有徽达 这一表述 初听略显夸张 但结合供应链格局分析 便不难发现 无论是核心半导体供应 还是CoOS晶圆集系统集成封装等先进封装服务 这家台湾晶片巨头都是徽达AI业务的核心支柱 更值得关注的是 徽达曾是尖端晶片技术的后发追随者 如今却在全力抢占A16这类先进晶片的布局先机 这意味着台积电的战略重要性还将持续提升 鉴于台积电是AI行业最受追捧的核心伙伴之一 徽达需与台积电保持紧密合作 而从黄仁勋持续访台的动作来看 双方的合作关系在未来有望实现深度升级 而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在与股东会面时透露 他计划尽造一座巨型晶片工厂 以支援特斯拉在客制化晶片例如AI5方面的雄心 他计划尽造一座最终月产能高达100万枚晶片的晶圆厂 这些言论是在马斯克成功获得一兆美元薪酬方案批准之后发表的 因此他发表如此雄心勃勃的演讲并不令人意外 但有趣的是 徽达黄仁勋对这一想法做出了回应 黄仁勋称即便是马斯克 也几乎不可能达到台积电的水平 在台湾的一场访谈中 他这样说建造先进的晶片制造厂极其困难 这不仅仅是建造工厂那么简单 台积电赖以生存的工程技术 科学和技术都极其复杂 即便是马斯克这样的人 也无法取代台积电所做的事情 黄仁勋的观点并不令人意外 他强调晶片制造的专业能力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掌握 即便是英特尔晶圆代工这样 在该行业耕耘多年的公司 也仍在苦苦挣扎 马斯克提出这个计划 是因为他认为台积电 三星以及潜在的英特尔 都无法满足特斯拉未来 对自研晶片的巨大产量需求 因此特斯拉开始探索 建立自己的Ten5晶圆厂 这项计划本身就可能耗资数千亿美元 从目前情况来看 特斯拉需要巨大的晶片产 能来支援其车辆和人形机器人 这也为三星和英特尔等 希望扩大高阶晶片业务的公司 带来了潜在机会 但与此同时 虽然众所周知 埃隆马斯克总能实现 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但特斯拉的Ten5计划 绝非易事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 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